儿子 我此刻在医院 方做完体检 然而结果不尽人意 医生查出我体内存有一个肿瘤 我当下惶恐至极 你赶快到医院来 我渴望你的陪伴与协助 独自一人应对这状况 我着实心里没谱 妈 您等着 我即刻就赶过来 半个小时后 大壮匆匆赶到了医院 儿子 你可来了 我都怕得直发抖 医生讲 得等检查报告出来 方可判定是良性还是恶性 可眼下得马上交二十万的手术费 可我身上已无闲钱来交这笔费用 这可如何是好 妈 这不太可能吧 您该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怎么会没钱呢 我一个月工资起码有八千 从我打工挣钱起 工资卡就一直在您那儿 不说多的 五六十万总归是有的吧 儿子 我跟你讲过好多回了 你为何就是不信我 我说没钱就是没钱 你吐我吼啥 我也没钱啊 您又不是不清楚家里所有开销都是我老不出的 我每月工资都被您拿走了 我能从哪儿弄钱 您现在立刻把工资卡还我 不然我就走了 您自己开着办 儿子 千万别这样 你不能走啊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怎能这般对我不管不顾 我求求你再想想别的法子 要不这样吧 让你老婆出钱 先给我把费用交了 行不 妈 您怎么能开这个口 早知道会这样 当初又何必那样做 当初您是如何对待我老婆的 难道您忘了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何况他还是您的儿媳 您把他伤得太重了 若不是顾及我的情分 他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这怎能归咎于我 这全然是他咎由自取 是他执意于我顶嘴 我不过给了他两巴掌以示教训罢了 怎的 难道此刻你还想为你老婆来收拾我 时至今日 你竟毫无愧疚之意 你仅仅给了他两巴掌吗 明明知晓他怀有身孕 还动手推他 你的心肠太过罕毒 是你亲手害了我的孩子 这辈子还妄想让我宽恕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含辛如苦把你养大 结果你竟然帮着外人指责我 我不过是稍稍推了他一下 是他自己不小心滚下去的 怎能将这责任归咎于我 你这能叫稍稍推下 他都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 你的孙子很快就能来到这个世界了 然而你缺下这么重的手 这可是你的亲孙子 你怎会这般心狠 你这忤逆之子怎能如此与我讲话 如今你竟是娶了媳妇就把亲娘抛出脑后了 我着实未曾料到会出现这般状况 是他非要跟我折腾 要不然怎会演变成这样呢 孩子没了便没了 反正你们尚且年轻 日后机会多的是 何必这般大惊小怪 到了如今 你依旧不肯承认这是你的过错 你这般形式给我老婆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难道你心里没输吗 不只是身体受到创伤 心理上的创伤更是严重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吗 儿子 你不该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我呀 你妻子当怀孕就不再工作 整天在家不是玩手机 便是睡觉 任何事都不做 我一瞧见他这副样子就火冒三丈 接着问他是不是在外头有男人了 结果他直接起身跟我顶嘴 你讲他这样的举动我能容忍吗 我对我老婆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最为了解 你了解过他的工作情况吗 他玩手机是在处理各类资料 随时准备回应客户的问题 这便是他的工作性质 他为咱们这个家默默奉献 从未有过一丝抱怨 但您呢 成天只晓得跳光长舞 不帮他分担也就罢了 竟然还这般怀疑他 他怀着运 既要做家务 还得伺候您这位婆婆 这样的儿媳您都不满意 那您究竟想要什么样的 行了 别跟我唠叨这些大道理 难道这些不都是儿媳应做之事吗 犯得着这般杂杂乎乎的 我当年也是如此经历过来的 你还真能讲 当初你身为媳妇 我奶奶仅说了一句 你就险些把房子掀翻 别以为我不晓得 所以我劝你 做人得学会换位思考 站在他人立场去体会他人感受 当初小玲不顾他父母反对 坚决远嫁到咱家 咱们呵护他还唯恐不及呢 可你却这般麻木讲脸 老实挑他毛病 无端生事 难道你的心里就毫无愧就之感吗 你这般不知感恩 着实令我寒心 我寒心如苦将你养大 你上了大学却如此对待我这个亲吗 我深知你生活艰难 这才特意接你回来照顾 可你却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不得安宁 罢了 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等你出院 就自行搬回家去肿 儿子那些事早就过去许久了 此时再提有何意义 重点是我体内长了肿瘤 得即刻做手术 这才是当务之急 懂吗 如今你快把我的工资卡还我 我的钱一直都在你那 怎么可能连这点手术费都交不起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居然还盼着我老婆掏钱给你治病 实在令我意想不到 难道金钱比命还重要 你难道真想把我辛苦挣来的钱 带进坟墓 倘若你确实拿不出钱交手术费 我劝你找我爸或者弟弟要 而不是找我 你这个不孝之子 真是岂有此理 居然能见死不救 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啊 况且我跟你讲了无数次 你的工资卡里的钱已被我全部花光 你为何就是不相信我的话 若想让我信你 倒也不是不行 你当下把工资卡给我 让我亲自去查 否则不管你说 啥我都不信 就这样 母亲将工资卡递给儿子 让他去缴费 结果卡里却提示余额不足 妈 我的卡里怎么就剩一百多块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多钱您都花哪去了 今天您要是不跟我解释清楚 那您就一个人在医院待着吧 儿子 你先别生气 听我解释 是这样的 你弟弟刚交了个女朋友 女方家提出得买房买车 还要十八万八个彩礼 才肯把女儿嫁过来 你也清楚你弟弟的经济状况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用你的钱给你弟弟买房了 你也太过分了 怎能如此行事 为何要用我的钱给弟弟买房 你可曾问过我 你身为大哥 难道不应帮衬弟弟吗 如今弟弟房子有了 可彩礼钱还缺着 当时女方态度坚决 要求有房有车 还得有彩礼 我着实无奈 这才用你的工资给你弟弟买房 买车以及支付彩礼 这是何时的事 我为何全然不知 你从未跟我提过一句 你到底还当不当我是你的儿子 我之前已和你的爸爸以及弟弟商量好 要对你保守此秘密 绝不能让你知晓 我们怕你知晓后会与我们闹掰 毕竟你结婚时 我们老两口没给你出过一分钱 所以我才决定瞒着你这消息 您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竟然拿着我辛苦挣来的钱 给弟弟买车买房 还支付彩礼 这种事情怎么能做得出来 为何你们不用自己的养老钱 给他购置呢 我妻子远嫁到咱家 您一分彩礼都不愿出 可如今弟弟结婚 您却大方至极 满足他所有的要求 我着实怀疑自己不是您亲生的 您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也是有妻儿的人 您这偏心的程度也太过分了 咱们可是一家人 你何必计较太多 我向来教导你们兄弟要齐心合力 如今你身为哥哥 有能力助力弟弟娶妻是情理之中的 而且你弟弟大学毕业没多久 经济状况不太理想 但你别担心 往后他定会越来越好 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未来必定会加倍回馈你们 要知道上次他还给你们送了一辆自行车 这就充分表明了他的心意 哎呦 你莫要过高 估计你小儿子了 那自行车是他主动送我们的 分明是他打算购置新车 觉得丢弃就车太过可惜 这才给我们的 罢了 这些我不再计较 你即刻给你小儿子打电话 叫他过来帮你缴费 这哪成啊 他哪来的钱 现今你弟妹怀有身孕 我的养老金全补贴到他们家了 我也给你瞧过 你的工资卡 事情已然解释明白 所以你别这般绝情 你是我的儿子 断不能对我不管不顾 如今晓得我是你儿子了 然而已然太迟 这一切皆是你自个儿酿成的恶果 你只能自食其果 燕儿 此刻你别再对我抱有期望 我决定给你放弃治疗 从此以后你的事 我一概不再过问 儿子 我如今明白我错了 你就宽恕我这一回吧 往后我不再拿你的工资 你不能不管不顾啊 我求求你 帮我这一次 用你老婆的钱心给我治病 我所有的钱都被你给了地点 我如今到哪里去弄钱给你治病 我没那样的能耐 你身为我的儿子 如此形势难道不怕他人在背后指责你吗 你当真能狠下心来 我怕什么 是你先对我不义的 我今儿个就明明白白地告知于你 我要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不管他人说我决情也好 怎样也罢 我全部在乎 罢了 你自己多保重吧 大壮经过一番深思 开始决定离开医院 徒留母亲形单影之 孤骨无异 只因母亲过分偏心 使得大壮对母亲心灰意冷